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娘啊 話說啊 每一個女人生命當中 都一定要有一個好男人 但是 好男 這一集又在為我量身定做了 你知道嗎 就一直在講心好男人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你是心爛男人的代表 不是 你看看我今天這一套服裝 之外 宜蘭諾貝爾的玉香奶凍 我也在談了 好不好 我都是代言人啊 而且心好男人是跟你有什麼關係啦 我跟你講 心好男人要有條件的嘛 什麼條件呢 唉唷 你三高你知道要吃魚油 也要吃藥 因為血壓血糖血脂膏的話 對身體真的很不好 而且小寶還這麼小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因為這三高 我自己拿三高 那要哪三高 高富帥 高先生是誰 什麼高先生 身高要高 180以上 所以你才特意輸這麼高是不是 沒有輸也有180 你有180 那富咧 富在哪 富 就是要有小富啊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財庫 合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最後這個門檻你可能過不了 什麼門檻 帥在哪 帥在哪 帥在這兒 你確實很常讓大家笑到 到 嗨 這是財庫 這又財庫 這裡也財庫 對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新好男人他這個外情是要有標準的 而且與時俱進 以前的新好男人 跟現在的新好男人的標準大不同 以前大家都說 長輩都希望你嫁三師嘛 對不對 這個 法師 什麼法師 潘木啊 律師 法師 會計師 律師 醫師 會計師 對啊 三師 對不對 那現在又是哪三師呢 法師 師師 好了 化妝師 不要亂教 所以今天要來探討一下 以前的新好男人的標準 跟現在的新好男人的標準 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世界上好男人太少 他們都要提著燈籠罩 我們的台灣代表 歡迎 當然對面呢 在他們國家 他們都是新好男人代表 這句寫錯囉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歡迎 歡迎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完美的他 而現代人的擇偶條件 跟以往又很不一樣 今天就來看看 各國女人他們心中的好男人 標準會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比如說以日本來看 舊心好男人 舊心好男人 舊好男人 舊的好男人是 加班越多越晚回家 沒錯 日本是這樣子啊對不對 對啊 因為是第一個 就是說 為什麼越晚下班越好呢 代表是這個我家老公被公司需要 被重視 對對對 那像你這種 專門上晚班的呢 這個也是啊 就是沒有 我們是提早下班越來越好 因為客人指定帶我走 沒有 很精兵 那你還去 一直講 因為我很好Q啊 好好 奇怪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呢 那個時候就這樣子 而且 而且就是說我們下班 通常是像我爸爸的工作 早上九點開始 那大家是八點半到嘛 然後大概五六點都解釋了嘛 但是他們就是一定要應酬 但是 日本的女生 我都不知道就是 老公在哪裡應酬 但是他們都很相信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社會的習慣 所以越來越 就是晚回來是好 而且就是老婆在家裡 照顧小孩 就是做家庭的事情 他們也不喜歡就是 被老公感老 那幸好男人呢 就是讓孟多趕快講完啦 早點回家 現在也差太多了吧 現在要早點回家陪老婆 難怪你不想結婚 不是 因為現在日本的情緒越來越不好 所以就是說 我跟你講喔 就是因為現在那個日本人的收入 就是也大概四百萬左右嘛 對不對日幣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就是在東京 根本都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是女生也開始上班 所以是兩個都上班的時候呢 如果這個 你看喔已經沒有錢喔 然後這個老公還進應酬 花了錢回來 是不是不甩 但是呢現在又不一樣 現在就是需要是 三生 三是十米保生 三生 生存力 生活力還有生產力 那請問保礦力呢 保礦力 對啊 你有接代言 什麼責 你有接代言喔 我最近很想接代言 那個生存力是可以解決 是家庭的問題的能力 就是可以依靠就對了 然後生活力就是可以賺錢 就是不用依靠 就是他的父母 還有他的老婆 然後生存力是人員好 那我們從美國人講起 這邊沒有喔 我們從美國講起 美國的救好男人 是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留鬍子胸毛多喔 為什麼 真的 我跟妳講 我媽媽那個年代 七零八零年代 就是流行 這是什麼的 這是飛哥嗎 這是飛哥嗎 我覺得他很騙手耶 對啊 就是你要熊貓 然後鬍子也快便一點 然後頭髮 是不是都會帶一個fanny pack 我爸爸那個年代也有帶 對啊 對 然後 就是像我爸爸 我小時候我記得 因為 他就是 看很多在雜誌裡面 很多模特兒 他就是胸貓就踢掉了對不對 然後我爸爸試試看那一天 他就踢了 結果我媽媽超級生氣 為什麼 他覺得妳很娘 很不難 因為踢完之後就毛囊眼啊 太...太糟了吧 毛囊眼好痛 他我覺得 他覺得他好像一個 好像不是一個爸爸 然後他身邊的朋友 也在取消我爸爸 我覺得很癢套 胸貓也不是每一個人都留得出來啊 對 我只有幾根而已 沒有要聊妳 沒有...沒有要看 謝謝 沒有...謝謝 那我們現在看新好男人 好 美國現在新好男人是 白淨斯文 他一定又要講自己 趕快跳過 真的耶 我出生的那個年代 等一下我給你看 那是什麼 瓜的鬍子 然後沒有耳朵 耳朵咧 對... 對...就是寶寶臉的那種 然後頭髮也變... 就修很短 對... 然後一直流行到差不多這幾年 然後這幾年又開始一樣 短頭髮 但是又開始留鬍子 但是鬍子是很以前的那種 1800年代的那種 已經修得很乾淨的那種鬍子 你說像三母這樣嗎 呃...類似 就是已經有修...修過的 修過的 對... 另外一個很流行 在我家那邊 而且不只是我家那邊 真的很誇張 就是... 因為我們家那邊 我跟你講 我們家那邊我們覺得... 吊嘎賽 吊嘎賽 對... Farmer's Tan 我們家那邊覺得 在辦公室上班的人是很弱 很遜 真的是好像沒有什麼體力 所以我們那邊的人 反而覺得你在外面苦工 比較帥 比較像男人 那如果像夢多 這種穿吊嘎 但是卻沒有痕跡的呢 對啊 而且吊嘎鬆鬆的 很像老伯伯 而且... 而且吊嘎有一點半痛 老伯伯 而且他有毛球 就是... 就是每次做都去健身房的 對... 沒有在外面工作 就是說他還不行 就是全部... 他一定有曬痕 對...曬痕 不經意的工作 要黑白分明的 對...曬痕很黑 對... 好 下面一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義大利的 我們義大利 救好男人形象 哇... 做生意有錢 我們的這個形象 現在真的變得太多了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 因為義大利的其實 1930到1960年代 那個時候 義大利的經濟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賺很多錢 然後你要做生意 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只要認真 你就可以賺錢容易 所以那個時候 男人都是在工作 女人都不工作 那個時候 男生一定要做自己的生意 然後要有錢才是性感 跟現在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那個時候男生 都會跟現在不一樣 但會非常的驕傲 而且那個時候 女生喜歡男人的浪漫的 非常不一樣 我想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阿公怎麼把到我阿嬤 那個非常非常的特別 反正那個 我阿公每次都走路回家 都會路過我阿嬤 那個時候住的地方 她都在樓上的那個 的那個桌子 她的陽台 那個陽台 從那裡看下面 然後我阿公每次都看她 然後都會這樣 然後那個 我阿嬤只看她 就這樣而已 所以現代版的 羅密歐與茱莉耶 對啊 然後她怎麼把到呢 重點是說 她有一天 她就是阿嬤把眼藥水丟下去 阿公一點 好了 什麼故事 什麼故事 他不是說阿公在下面 那個擠沒弄眼 那所以阿公長 他那眼睛就看到阿嬤了 看到阿嬤 他那個門鈴 阿嬤都不可以下來開門 都是那個阿嬤的爸爸來開門 然後他跟阿嬤的爸爸說 我想要跟你的女兒交往 然後他都沒有先問阿嬤 他直接問阿嬤的爸爸 他就是每天這樣子回去 然後看到他在陽台上 太Man了吧 大概說一個月之後 大概每天都顧過 後來我就問 然後他就跟他爸爸問 他都沒有直接問 後來跟他爸爸交往 對 他為他爸爸可不可以同意 他跟他女兒交往 對啊 而且我跟妳說 如果阿嬤 他今年一百歲 如果他在這裡 他會一定哭得很感動 因為妳現在那個西裝上面的那個褲子 就是我阿嬤的桌上的桌布 阿嬤 阿嬤 亂七八糟 而且我覺得這一整段聽起來很浪漫 也只可能發生在國外 對啊 因為阿嬤是經過了一個月 對 台灣你經過兩天 就被警察抓走了 真的 對啊 就報警了 後來他就是 然後他爸爸 爸爸有說可以 你可以跟我女兒交往 爸爸有問我阿嬤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我阿嬤會說 對 我是開火車 然後他是火車的公司裡面最大的 所以他說 嗯 好 可以 然後我阿嬤 他是她第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們 他們結婚了八十年 然後剛才過世 好浪漫喔 然後就這樣結婚八十年的 對啊 小時候都是這樣幻想的 真的 白馬王子 這是童話故事啊 你們三位覺得如何 他剛剛說 義大利的救好男人的這個標準 就是要自己做生意跟有錢 挺好的 這也會 這也會 其實 這是不是也是其實很像台灣以前的標準 對啊 對不對 現在也是啦 非常 有自己的車 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事業 在平常的朋友裡面算走 可以走掉 對啊 很有風的 對 但是但是但是 現代的就不一樣 好 我們現在看新好男人 現在是怎麼樣 技師職業穿破衣服開卡車 對啊 現在都非常不一樣 開卡車有點像 現在那個經濟為什麼義大利的經濟 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沒有很多錢 大家都放鬆 所以現在那個標準都不一樣 而且現在女生都非常的獨立 所以女生不喜歡看男生的能力 去生活 他們要賺自己的錢 男生賺自己的 然後他們反而女生最喜歡的 最優的就是男生要很帥 然後他要 會做一些手工的一些工作 比如說像我哥哥 你們有看到我哥哥很帥 然後他怎麼 為什麼他可以拔到那麼多妹 就是因為他的工作 他是修理窗戶的 然後他 他是窗戶公司的老闆 他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他修得很好 可是完全看不 他很有錢 他完全看不出來 他說他每天去上班 他都開那個爛的卡車 有點像台灣的那個藍色的 這種卡車去開 然後他穿了很破爛的衣服 發財車那一個 可是因為他帶那個窗戶上去 他的肌肉其實是滿大的 然後他每天那個手都髒髒的黑的 然後他跟我說他每天白天的時候 有很多女生一直看他 一直給他 這個 會不會跟長相也有關 因為如果這位 芋頭阿嬤穿的也是 什麼芋頭阿嬤 大甲芋頭代言人 那如果是小梁哥穿的 也是像你哥哥這種吊嘎 然後手髒髒的 你就會想叫他去洗手阿 你也 他也覺得 他也覺得我就是帥阿 but no 重點來了 我哥哥很有錢 他每次下班回家 他在家裡有一台很貴的BMW 他有穿好幾千塊的褲子 然後他去外面什麼bar啊夜店 完全沒有人理 反而不吃香 對 那個時候就不吃香的 太多家的人物吧 會不會 他就那個時候他就 他直接輸給很多年輕一點的 然後穿得很簡單的男生 那義大利的男生 現在會願意帶小孩嗎 在家裡 現在義大利越來越多男生 就是他在家裡帶小孩 然後女生去工作 像我坦哥 我坦哥他們有兩個女兒 我坦哥都在家裡 照顧這兩個女兒 然後他的老婆 他在那個便利商店工作 我坦哥就覺得 好 那我就不要工作 是不是其實這個觀念 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對不對 之前不可能 因為之前那個女人的 女生的工作 他就是要養這個家庭 男人他可以容易找到工作 女人很難找到工作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就是整個社會 男生在往下走了 對 然後女生要爬頭了 真的 怎麼好好一個東西 會被你詮釋成這樣 不是啊 因為男生就是 往下走 什麼往下走 然後女生就要開始努力的 出來工作 有想法 男女平權 對啦 OK 那我們來看瑞士 瑞士的 瑞士救好男人的標準是 工作穩定愛家 這應該很多人要投標準啊 最基本的 對 這個跟台灣的標準是差不多的 對啊 謝謝 那下一個就是說 他還沒說完 這麼快 還沒有嗎 對 但是還是以前要個子高 要個子高 有穩定的工作 對 要愛家庭 可以幫忙做架式這樣 所以個子高也是條件之一啊 對 一定是 一直以來就是個子高 很重要 要多高 一米八以上 一百八以上 對 夢多 Sorry 我就知道 不要這樣講我 你好好只吃就好 不用Cue我 好 好 一定要紳士 還有不會到外面教女人 就是可靠 紳士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別是身高耶 在你們國家身高是列入考量啊 除了夢多以外 不 因為其實要說瑞士人其實不高啊 不高 他們 瑞士人都不高 所以你高就是比較厲害 可是他好像比你高耶 應該吧 馬努可以麻煩一下 欸 有喔 馬努他看起來是高臉 馬努的臉很高 怎麼樣 他的臉看起來好高啊 他會高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看他的臉是不是比武子高 對 真的耶 他的臉是高臉 對 大概有190之類的那裡 等一下 俄羅斯也是很高 我們那邊有一個說法是說 是這樣 這個規則 我走了 這個規則 這是什麼 這是你格子高嘛 這個是你下面的 你格子矮 你格子矮就是這樣 這個叫L型的 五短必有一場 你的理論是這個啦 就是L型的大法律 美國身高也是很高啊 但是你們有列入條件嗎 身高高 是有啦 然後像 在我的家裡面 我家比較還好耶 因為我家我是最矮的 蛤 你很強喔 對 在我爸爸那邊 我是最矮的 你滿高的啊 183算矮 對 我現在 我183 我的爸爸比我高 我的阿公比我爸爸高 我的坦哥比我阿公高 我說真的啊 比你阿 你是這樣聊天喔 他190幾耶 我沒有騙你耶 真的耶 很高耶 好棒 那俄羅斯根本不用講了啊 對啊 你們平均身高應該180以上了吧 其實我們的 我們不會很高 我們一般的是180 也很高 也很高 基本上很高 我們會很高 但我們平均大概180 對 你講這個話 你有想過夢多的感想嗎 這什麼叫 拍拍拍拍 那俄羅斯有注重男生身高嗎 180 很高就好 你看 他覺得180不怎麼樣 我們意大利很少人180 我們意大利都是小小子 真的 意大利都是小小子 那時候他們的條件是 不管是多高 是要比我高 比我高 比我高 對 但是不要忘記 L的大法律喔 你們是這樣子 我們是這樣子 是 意大利是小 故事 好了 所以每個地方量的都不一樣 對不對 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 新好男人的條件 瑞士 新好男人的條件是 講一些可以播的 每次都弄這些 最重要是什麼 開心 開心 要讓女生笑開心 要會逗女生笑 因為我們有一個俗話說 看不懂 女人笑 就回到妳的床上 女人一笑就上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成語 你話一點啊 但那意思是說 如果妳可以逗女生開心 她可以接受 分回就會好一點 對 她們就喜歡幽默感 那Stacy上次笑是什麼時候 每天 你幹嘛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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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強了一頭阿嬤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那個能力要很很強 man power 對對對 那個能力要很強 不然她會到外面去找別人 那就不要了 哪一個能力 哪一個能力 什麼man 就是 就是這個能力 而且你知道那個瑞士跟義大利 近幾年不需要簽證 所以義大利人很容易去瑞士 幹嘛 什麼意思 要去瑞士 瑞士 女生就離婚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大家都會覺得 基本條件要是好男人 就是那種 媽媽都會叫你嫁那種老實阿 木娜 然後就是家裡 不要太活潑的 對對對 不要太多話的 然後就這種 大家就會覺得是什麼科技業阿 就是這方面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好男人 大部分就是女生自己在挑 就比較不是媽媽在挑 就會 比較訴求 就是生活上要有 要會生活 懂生活 幽默 風趣這種東西 懂生活真的很重要 對 很難 懂生活好重要 所以那些講話比較木納的人 就會 不會是現在 就跟我們標準是差很多的 我覺得 現在的新好男人 要有新的一個功能 我覺得就是會聊天 因為不是說像我們上節目 才需要就是會聊天什麼的 那私下跟男生出去約會的時候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照他媽媽的要求去交了一個 就是做軟體的人 然後做軟體是什麼 科技業嘛 科技業 工程師 對工程師 然後他去跟他吃飯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從後到尾都沒有什麼講話 因為這個男生就一直在跟他說 他最近設計了一個手機的APP 是一個鬧鐘 那女生會不知道要接什麼 然後又或者跟他講一些 一堆數據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正常會說七八分寶 可是他可能會講個什麼 或就是很精準 一直在 就是那個 很幽默啊 哪裡幽默 可是如果碰到 也是在做工程師的女生 就會覺得他很幽默啊 不是現在有很多男生是這樣子 他可能在網路上面 或是在跟你微信啊 或是LINE的時候 哇好活潑 會聊天的 然後Jumie然後圖案 可以代表所有一切 可是真的跟他碰面的時候 我天啊 他跟他的文字上面的個性 是完全不同的 對 我有一個朋友還專門就是 幫另外一個朋友把妹 他就是說 我幫你用LINE 用個幾天你就追得到了 然後他出去的不是他 是會聊天的這個男生 對 如果講到很會聊天 那夢多又掰掰了喔 我還會聊喔 蛤 我還不會聊耶 你跟佩潔聊看看 聊啊 聊啊 好無聊喔 哎呀 出人叫夢不好接啊 那接下來俄羅斯的部分 喔 他們救好男人的形象是 不喝酒有工作 蛤 可是你們俄羅斯不是 對其實以前好男人的標準非常低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年底 因為兒子世界大張 我們的女生的比男生的 數量差兩倍 所以其實那時候什麼男人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不管那個帥不帥有沒有錢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酒鬼或是 有工作就好了 其實這個 俄羅斯人不喝酒真的有點難啊 很難耶 怎麼可能 真的啊 不喝酒很難 那時候因為 最好的男人他們在大張 所以最壞的人他們在家裡 喝酒 對 請問你們俄羅斯男人 十個裡面有幾個是喝酒的 其實我們不會喝很多酒 謝謝 他這個意思就有一點 你看到嗎 就很吊詭 他說其實不會喝很多酒 是他的比例嗎 他比如說像我的俄羅斯朋友 他們基本的酒量都是半瓶以上 對 半瓶以下就是像喝水啊 因為他們的標準不一樣 對 還有一個錯 我們每一天喝酒 但是不是 我們可能 一般的人 可能一個月一、兩次喝酒而已 對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世界 一個最多的國家是英國 不是俄羅斯 可是有很多人覺得是俄羅斯 但是不是 我可以相信 OK 了解 那現在新好男人的標準是 哎呦 家裡不要太有錢 什麼 對 現在因為這個比例變好了 所以差不多 一個男生比女生的數量差不多 所以現在標準變高 所以現在一定要高帥壯的男人 因為還有我們的女生比較喜歡較強的人 所以軍人和一個政治人物 對我們的俄羅斯女生來說 這個是最好的形象 嗯 因為他們會賺比較多錢 他們的工作很穩定 最重要的部分現在很多人已經知道 女生已經知道 如果爸爸媽媽很有錢 所以這個孩子這個男人 所以會 呃 會有非常不好的個性 哦 所以很多女生怕有錢的男人 所以如果男人有很多錢 這個事也是一個壞處 所以這個標準越來越高 他怕你家裡若有錢 富二代 會亂搞嗎 這個不可以就可以啊 啊 你是富二代齁 欸 富二代了 我是靠自己 哦 好 那法國的救好男人呢 哦 是什麼樣的一個標準呢 穩定工作顧佳 合理 合理 對 我覺得以前 以前法國 呃 最 最重要的特色 是有穩定的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 事業率很低 大家都有工作 所以女 女生希望 呃 男人可以有很好 很穩定的工作 對 還有 她希望 呃 好男人 呃 她希望她願意結婚 還有很想有小孩 對 哦 所以這 但是這是以前啦 救好男人穩定工作顧佳 是 那難道幸好男人就是不要工作 幾乎以前都是一樣啊 不用工作啦 對啊 討厭這個家 討厭這個家 誰啊 給女人獨立生活 不愛足球 好 法國人 越來越多不想結婚 好 女生 呃 越來越獨立 嗯 所以 一個女生 覺得 她想要一個 讓她覺得很 獨立 讓她 給她很多自己的空間 嗯 不需要人家管啊 然後她 她也希望 那個男生 沒有 不良的習慣 比如說 都要沉迷足球啊 一直看 一直看足球 不在乎她的家庭 嗯 還有可能一直打萬點洞 啊 本來想說賈斯汀可以去那裡發展 但到最後一條 她又被送了 萬點洞 對啊 好誇張耶 南美洲的女性朋友啊 她確實發現說 她發現亞洲的男人 對她們來說 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哦 怎麼說 怎麼說 就像 她沒有聽過 在她們國家是 男人會幫女人洗內衣褲的 哦 哦 這樣不可以嗎 亞洲女生 亞洲男生會喔 有一些會啊 另外就是 她們也會煮飯給她們吃 就是很體貼很溫柔的 這種動作 下廚現在很多啦 對 這一種比較 有下廚男生 得到她們的 加分 會下廚男生很sci 對啊 我老公都是啊 對啊 每次都在那邊弄牛排 弄有的沒的 而且說真的 我老公真的有些時候 會幫我洗內衣褲 真的 這個是在亞洲你們不會做嗎 就之前 以前不可能 難道你們會嗎 我會啊 我會幫我老婆 我會幫我老婆 洗衣服 有爸爸的內褲 有妹妹 有媽媽的 你媽媽 你朋友她講的是另外一半 一樣啊 一樣 你也會幫你另外一半洗內衣褲 可以啊 那很好啊 那很棒啊 我也會啊 我一定會幫我老婆洗 你看 真的 夢多就不可能了吧 因為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 我本來想說 好心幫女生洗內褲 她說 她覺得 因為我們男生 就是很隨性 就是那個內褲 跟我兒子一起洗 對 但是女生要分開 就比較麻煩 她說沒關係自己洗 而且日本女生會害羞 她們就是 她們不想要被我看到 被發現 對啊 真的滿尷尬的 俄羅斯會嗎 三母 不會 一定都不會 俄羅斯是大男人 超大男人啊 不行啊 我本來 其實我沒有聽說一個男生 幫助洗衣褲 沒有聽過 法國應該會吧 我覺得我們會分享那個家務活 對 法國其實滿溫暖的男生 會分享家務 她也還是會幫另外一半煮飯 就是真的是過生活的那一種 對 我覺得台灣的早期的 就是什麼律師啦 老闆啦 或是可能就是政治世家 或是她背景都很好的 都會選那一票的 對 可是現在 因為剛才美貞姐講的是很年輕的 我真的很少也碰到年輕 我都是大概 現在的朋友大概是 二十八到四十歲 他們單身 現在摺偶條件真的太低了 因為我曾經有 我就問我朋友 妳為什麼不 我幫妳介紹個男生 妳的條件是什麼 妳看一下 她說 我只要175就好 只有聖書的要求 我就問她說為什麼 175就OK了 可以標準再低一點 給夢多一點空間 好奇怪喔 她唯一要求就是175 因為她覺得 她174怎麼辦 她沒有辦法 因為她有算 因為我那個朋友大概是168公分 然後她有算她的高跟鞋 踩上去基本的高度 她沒有辦法 好緊張喔 而且她是喜歡穿高跟鞋的人 對 所以她沒有辦法為了愛 借掉高跟鞋這件事 那她就只能往俄羅斯或韓國發展 她不喜歡外國人 她喜歡台灣 就是她說只要175以上 我說妳的條件也太低了吧 她說其實現在很多 就是比如說她是律師 或是她我們以前的這樣摺偶條件 真的交往不見得適合妳 對啊 當然了 對 她就說妳應該要去 就是他們現在很打開心胸 沒有這麼多的界地 就覺得說反正妳 只要是我可以接受的樣貌 其他的我們在交往再來討論 這些就是有一定年紀之後的想法 對 有一定年紀的想法 當然我所謂我剛剛聽到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 我聽到年輕女生的 她們不見得是這樣子的想法 她們還會更要的更多 哇 本質是一定的 比方說妳家庭號要顧家 有肩膀 這是一定的 OK 這是所謂的 這些沒有基本 基本配備 基本的 他們要有條件 所謂條件就是高負帥 這一定都要加進去 哪有 還是會有 現在這少女都還是會有這樣的心態 那請問哪些台灣女生喜歡的 好男人行為 是讓你看到補莎莎 完全是無法理解的 我真的發現就是台灣的女生 對男生夭桌 24個小時就打電話 或是視訊 還有 對 視訊 就是那個什麼LINE都可以 反正就是他們很喜歡看到本人 對 你在哪裡那種 有安全感啊 對啊 難道其他國家不會這樣嗎 沒有 因為MONTO都不給他安全感啊 對啊 你如果在家給他看視訊會怎樣 而且可能你太早跟他出去 你一定是出去玩嘛 他就是不方便開視訊 對啊 不是不是不是 而且是誰管你那麼多 對啊 不是啦 VENTYS VENTYS 我跟你講的不一樣喔 因為我跟妳 他一直很想看你的視訊 看到本人又很失望 到底他在享受 沒有啦 講個譬如說 像我們日本人早上說要出門要工作 我就是講一句話工作 他都不會吵啊 就是當到下班 所以他都不會 直到你七天報失蹤後 他才會打給你 沒有 沒那麼嚴重 夢多 所以日本女生是你早上跟他講說 然後我就上班了 他就不會再煩你 而且有一次喔 我在那個九州的路上 就是宮崎的路上 是 然後我一個人走路 我也是 沒有人看到我 我就走路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女朋友打來 是視訊喔 我是講 欸我現在在哪裡啊 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看好運氣正好 怎麼了 被我的學弟看到 然後他覺得我是打個拍機 一對電話 聊天 日本人沒有就是那個什麼 voice message 人這個都不會 所以就很多人說 我在說欸你在哪這樣子 有沒有 欸你在哪裡啊 什麼什麼 日本人沒有這些通訊軟體 有 但是沒有人在用 然後他們說 你在幹嘛 蛤 沒有啊就是那個 voice mail 蛤 什麼東西 很多日本人真的不知道 蛤 真的不知道 怎麼會 到現在還不說 現在也是啊 日本人也沒有在用Line 或WeChat 我跟你講 你們有其他的日本朋友嗎 有 有啊 對啊 你是只有我嘛 但是一般的日本人 真的不會用 voice mail 他們會 skype啊 他們連手機 比如說他們在外面聊天 這樣他們不會碰手機 嗯 他們幾乎都不會看 不是這個很好啊 這很好 但我意思是說他平常聯絡 那是怎麼樣 用哪個電話 打字 要嗎打電話 喔 蛤 我現在知道欸 蛤 我最沒辦法接受在台灣 是那個 接送文化 怎麼了 就是 小梁哥每天都要製作人接送啊 怎麼了 對 每天接送 我們在美國不可能這樣做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台灣朋友 一個男生 他是 他在信義區工作 然後每天 這個是他的SOP 他每天差不多晚上九 十點打烊下班了 他從信義區 開車去接他的女朋友 又送他去板橋區 又要開車回到南港區 才可以回到家睡覺 他回到家的時候 已經快十一點 十二點 一點 你講這是我們製作人 每個禮拜四晚上的行程啊 要先送他回到信義那邊 然後他自己再開回去啊 有沒有覺得很累 吳州啊 吳州 有沒有覺得很累 超累 我們不可能這樣 可是那是男生的問題啊 你也願意送不是嗎 是你們要求的啊 是你們要求的啊 請問在場三位女生 會要求另外一半接送嗎 不會 偶爾啊 偶爾還是會啊 但不需要每天吧 我承認我需要啦 但是不會到每天啊 對啊 比如說他在忙 他在工作 當然不可能這樣 這真的是很自發性的 問你的話 一有一天沒有接 那你就會覺得有鬼 哪有東西 你們就會 你們女人一定會 不會 因為我也不喜歡另外一半接送 可能現在你們是這樣 那年輕一定會這樣 我跟你講 像之前 他會加分 如果他每天接送 他的確會加分 他之前也會覺得很煩嗎 會覺得很煩嗎 我要問的是 他送完之後 要不要上去 去哪裡 沒有 你到底要跟我們聊什麼 你到底要一直跟我們聊什麼 他最時候很辛苦嘛 你這些話講出來 我們剪接師也剪得很辛苦 真的很誇張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說 你可以送我回家嗎 那時候我住士林 她住淡水 我說我怎麼送你回家 我大學什麼 我也沒有車啊 她說沒關係 你就陪我坐捷運到淡水 你不用出來 我的天啊 再坐回來 誰坐 這是公主病人啦 對 你都遇到有公主病的人 這是公主病人 這是你自己的問題啦 對 你為什麼老時候遇到這種人呢 對啊 我沒有送他 安舟姐為什麼要逃票呢 你預告女生 台灣女生也會要接送嗎 他們不敢 他們不敢跟我講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敢 太兇了 因為你上大業班 不是啦 我說我是不敢的 只要的是 你們有腳耶 自己可以走路啊 日本的女生這個很清楚 你們的時間可以賺錢的 然後就是你看 那麼險 每天跑來吧 就是那個接送 接送 代表說你很閒啊 我跟你講這種接送 一定就只有在熱戀期啦 這個美國 那一過就沒了 可能美國地方太大啦 對不對 這不肯定 但是因為我們地方很大 你會覺得說接送是比較正常 因為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人有車 沒有 我們覺得一定 如果有人要接送我 那可能是我車子壞掉了 或是說我沒有這個能力 但我們這時候 我們會覺得我是麻煩到你 但基本上住美國每個人都有車啊 不一定 年輕的時候不一定喔 我美國的女生朋友 他們非常喜歡就是台灣男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台灣男生很黏 然後我問到他們的時候 他就說他覺得很黏 是一種很甜蜜的表現 譬如說 然後早上早上會早安啊 訊息會傳 然後會問你在哪裡啊 要在幹嘛 等一下要不要吃飯 然後晚上會晚安 然後還會剛剛講的嘛 接送 然後我就覺得外國女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美國地很大 所以這種接送路程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 是很遠的很浪費時間 就表示他很願意花心思在你身上 可是因為台灣交通其實蠻方便的 不管坐捷運什麼都還蠻快的 可是他們就覺得男生願意付出這個時間 在接送你啊 或是在詢問你每天在幹嘛 他們就好愛喔 我就不理解 我覺得詢問這是一個基本關心 代表他還時時刻刻想到你 可是 接送我真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也無法理解 就是覺得接送你 你太獨立了啦 其實是很浪費時間的一件事情 不是有些時候接送是很浪漫的事情 對他如果願意來接送我們當然很開心啊 可是我不會說去要求他你今天一定要接送 那不是很奇怪嗎 一年我有發現 在台灣你叫女朋友的時候 那個女朋友通常都會要求 你跟前女友或者前女性朋友 就不要再聯絡了 甚至叫你把一些人刪掉啊 或者封殺一些人 然後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好像你是一個好男人 因為你有尊重他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概念好像是說 你為了尊重他一個人 你就是突然不理很多人 然後就是很多女性朋友 比較是很好的關係 要為了這個人持續 或者為了他沒有自信 你就是失去很多很多好的朋友 那是不是他叫你刪掉這些異性友人 都是有鬼 其實大部分好像都會吧 可是有承認 就承認就好了 就是喔對啊 這個前女友 喔對這個 你知道 我覺得如果你有自信 然後你信任這個人 你就不會叫他這樣做 你就不會叫他做 對啊 你們有自信 但不信任 對 那就是你們 對啊 為什麼在一起 對啊 不信任就不要在一起啊 FB有三千個朋友 如果我刪掉前女友 那我只剩下五個人 太誇張了你 知道剛剛自己在講什麼嗎 你看 就是這種言論啊 對啊 誰受得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我怎麼配合那個 你們怎麼 那個男生怎麼配合你們 他怎麼刪掉前女友啊 前男友什麼的 我跟你講 他想要亂來 他還是亂來 你完全沒有辦法 真的 控制他 有一次我開車 不小心 就是他碰到別人的車子 車上是一堆男女朋友 他們出來 就是 但是就是掉了一點點油漆而已 就是 就是差了一點油漆 那女生說 要報警 蛤 對 他就說要報警 我跟男生說 這個就一點點油漆嘛 就不用報警 浪費時間啊 男生也中肯 他也覺得對不用報警 女生偏要報警 堅持要報警 男生 他就這樣低頭 看他的鞋子 好像他鞋子很漂亮一樣 一直看鞋子 不敢開口說話 不敢全他女朋友不要報警 我就覺得 台灣男人 好像是以女生的意見為主 我們那邊不會這樣 因為這樣女生會覺得你很弱 你是一個弱男人 對 台灣人說 聽不到嘴大夫鬼 大夫鬼 對 史無厭都這樣講 對啊 這個真好對不對 聽老婆話是不是好的 好誠懇喔 好乖寶寶的臉 幸好男人 其實我跟他同意 因為我不是說一個台灣人 台灣男人太如意 但是我常常會看 在遊戲場 有很多媽媽跟爸爸跟孩子 一起過來那邊 然後媽媽清楚 然後開始看手機 跟朋友們聊天 一個做辭職的事 但是爸爸 什麼時間都跟孩子一起玩 然後或是一個在餐廳 在餐廳的時候 都是爸爸要餵孩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爸爸 照顧孩子太久 所以我也常常會聽說 一個台灣的女生 他們覺得如果爸爸 照顧孩子的話 就是一個好男人 所以這個要求跟俄羅斯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覺得 照顧孩子的工作 或是照顧孩子的事情 是一個媽媽的事情 不是爸爸的事情 所以我們 也要跟孩子一起玩 或是一起花時間 但是不會很久 不會很長的時間 就是每天五分鐘這樣 十分鐘就好 私心當然會看 對啊 太短 這是以前 哇 那夢多又拜拜了 他五分鐘都不到 這是以前台灣男人的 比較多的想法 現在台灣男生也比較多變了啦 就是會願意花時間 不是變是完全不一樣 對 現在年輕的三十歲以下的想法 你根本有些時候 你都搞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但是現在會有很多 比較願意花時間陪小孩啦 有 像很多爸爸都在帶小孩 對 我覺得這是 看他們自己自願嘛 對不對 他們想花多一點時間跟小朋友 我想餵小朋友 我想幫他換尿布 這些都是他爸爸心理 我覺得是風氣吧 對 因為以前的風氣 就是你去碰這些 大家就覺得你在幹嘛 對 你沒有工作 你幹嘛照顧小孩 你太沒用了吧 可是現在你這個風氣 就大家一直講說 這樣男人是好妹 就是好妹 好妹 真的好啊 而且有些時候 我朋友的老公還故意抱小孩 出去撩妹 你看 國威 國威多少就是那種 爸爸心的 帥男人帶著小孩 多帥啊 快去小孩 就是你帶著小孩 我還有單身的男生朋友 借我朋友的小孩 抱著出去 然後他就說 你的小孩好可愛喔 這是我朋友的小孩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會願意照顧小孩 然後就這樣留電話 我無法了解的是 男朋友太誇張地 照顧女朋友 對 我要一個朋友 一個台灣朋友 他很獨立 很勇敢 他以前自己去印度 住那邊六個月 我覺得很勇敢 對 但是他其實跟我說 他以前不是這樣 因為他以前跟男朋友在一起 他男朋友什麼都決定 所以他什麼都不用想 也什麼都不用做 男朋友都安排好 比如說他們去旅行 男朋友都計劃好 然後他不用做功課啊 不用看部落歌 他只要坐飛機就去享受 然後他們去餐廳 男朋友都會 那個剝蝦子的皮 給他吃 對 他真的 他這樣真的不用擔心 什麼都不用擔心 嗯 但是我覺得 這樣有一點 有一點太誇張 法國的女生 不會接受那種行為 因為 他們很獨立 如果男朋友這樣做 他們會覺得很生氣 所以如果在法國 男生幫女生剝蝦子 女生會把蝦丟到他臉上 沒有 有點太激烈了 那種狗外的東西 他會覺得有問題嗎 我覺得我 那我比較像法國女人耶 我真的不太喜歡就是 男生有很多很細膩的照顧 譬如說 我之前交一個男朋友 我們去那種茶餐廳吃飯 因為我就很怕燙 他就是會在眾人面前 就幫你把杯子拿過來 然後要吹涼了 然後就放到 很好啊 我也沒辦法 你看 小燕姐也沒辦法 我就覺得這個行為 你好像會 就是你會讓別人 我會覺得有點丟臉 我不會覺得開心 然後或者是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 就是夜市難免人很多 然後就逛街 就有人稍微 就A到你一下 就只是過個間而已 他就去跟人家生氣 然後就說什麼 你不用道歉了什麼 我就說 這撞到一次 這沒有什麼 就是他會照顧你到 讓你覺得 你是一個無行為能力者 就是什麼都 誰都不能碰你 就只有他 然後他會覺得那是 他對你的愛 可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種 會怎麼講 我覺得那會有壓力 對 而且會慢慢不喜歡 還是不能太細膩啦 對 還是要man的地方 對啊 你看時代在改變 其實思想也要跟著改變 對啊 好不好 這樣才能迎頭趕上 做一個新好男人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新男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請 혹陛下 剛才的交給我們 更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